看一下個人檔案和資料管理的部分 首先我們第一個會遇到的 Gmail 如果說您 的郵件 假設您有開始使用Gmail的話 那有些安全性的步驟可能 您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 大家有很多的印象對不對 不管是學校的也好 Yahoo的也好 請問 是不是只要知道你的帳號密碼就可以用 知道你的帳號密碼就可以用了嘛 那 你有沒有辦法保證你的帳號密碼 不會被發現 因為很多人的密碼是有相關性的 帳號一定會被知道嘛 不知道的就不知道怎麼寄給你啊 所以只剩下一個要猜的叫密碼 那密碼的話很多人會有跟他身上相關的 或者是Amanda那邊相關的嘛 對不對 都找得到一些線索 蛛絲馬跡 所以 現在其實雲端了之後啦 應該說 大家現在上網方便之後 再來 會另外一個要重視的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太方便之後 你很多資料 都是副光在外面 有沒有聽過人肉搜索啊 網路上等聊到黑寬 那個人搜出什麼不該講的話然後就 搭動人肉搜索把它找出來 可是這個就有隱私的問題啦老實講啦 因為 所以呢其實Gmail 還有待會我們會提到的Facebook 現在都有提 都有 這種設定 你看因為大家現在用M生的比較少 Facebook幾乎每個人都有啊 可是Facebook有沒有一樣就是知道你的照片哪去進去啦 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都為了提到安全性 所以會這樣子 像我在這邊搜尋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是我的 Notebook嘛 我都驗證過了 實際上如果我今天 為什麼這邊都開個 Windows 7 你看一下 今天如果說 我要從這邊 去登入我的 Gmail信箱 你看喔 我到這邊來 或者我用這台我旁邊這台都一樣 只要是我不認識的電腦沒有 經過同意的 你知道我的帳號密碼是沒有用 真的嗎 因為要做 第二個認證 你們有沒有再用網拍 有沒有同學用過網拍 露天的也好或Yahoo的 有沒有做第二種認證 為什麼因為牽制到錢的很麻煩 錢的你只要帳號被入侵 可以把你偷賣掉啊對不對 都有可能啊那時候會有問題嘛 所以他要做第二種甚至第三種認證 好所以我們Gmail這邊 你看我打入我的帳號 然後呢我打入我的密碼 有沒有發現 要手機認證 這個時候 我就收到一封簡訊 根本來的 當然不能給你看嘛 自張那個密碼給你看沒關係因為每次都不一樣 好所以當 我的 就是 就是我這個帳號今天如果在沒有經過驗證的電腦用的時候 很抱歉沒有用 所以我這樣子我把我的驗證碼打進去 那這個裡面才可以用 那你了解意思嗎 但是這個預設是沒有啟動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自己去啟動它才行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牽涉到就是 你萬一忘記密碼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這裡 在這邊有沒有 郭拉電話是多少 然後忘記 萬一你的手機不在旁邊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叫密碼救援 有沒有你們在以前在申請之代的時候常常都會問你一個問題啊 你說忘記密碼的時候要問什麼問題啊 結果常常是你也忘記那個問題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當然就不知道 對不對因為以前可能都隨便亂填 事實上那個很重要 你如果隨便亂填 真你忘記密碼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就沒有辦法進去的 所以它有雙鋒 就是救援的機制 所以說保密 萬一真的不行的時候你總是可以 所以說 您可以到這邊來 到這邊 您的信箱裡面呢 您可以到您的帳號的設定 這邊 今天大家應該都有帶手機吧 如果你有上過我們上禮拜的課 應該就知道沒有帶手機不能 我們上次 上禮拜那個講Google 日曆的時候啊 有做那個 有沒有簡訊提醒啊 那個免費啊 這個目前也都是免費的 就是它做手機認證的部分 因為為什麼我要做設定 因為我們 我自己有越來越多資料就放在上面的 我不希望說因為 自己的疏忽然後 讓別人這樣 不小心進去了 好這樣總是比較不好 其實說他沒有惡意但是也不行 對不對 所以 您進來之後呢 在帳戶總覽這邊 個人資料跟隱私權 進來之後各位請問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兩步驟驗證 這很重要 所以 這邊呢 如果你要變更密碼救援選項 可以從這邊拿 那因為這裡有私人資料就不方便給你看 你自己看自己的就好 好不好 不要忘記了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兩步驟驗證 我現在就有開啟了 有沒有 你按編輯 好 因為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再問一次你的密碼 對不對 事實上你現在用網拍也是一樣 好 那你進來這邊 事實上應該是 中文的才對 但是他現在跑到英文去了 我看一下 我叫他 重新整理一下 看看會不會變中文的 好沒有關係 你先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一個 我的電話 對不對你就來這邊 按編輯 當然有時候你可能換行動電話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 移除掉 或者你再增加第二支有沒有 我跟你講 備員的 電話有的人會掉嗎 你有沒有掉過 鑰匙掉了沒關係 現在電話掉了 很難過 比掉了鑰匙還難過 因為你沒有更多重要的資料 對不對 所以萬一你還有備用的 可以 來支援一下 這樣你了解嗎 那當然他會傳送一個那個驗證碼到你的手機 確認說這是你的 好所以我建議各位你這個步驟 步驟一定要做 因為你不做的話 這樣就比較危險 那麼 你如果覺得麻煩 你可以待會我們驗證的時候 下面有打勾勾 就是說你可以讓他記住30天 你了解意思嗎 就30天做一次 應該不為過吧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用一下 那當然其實你 Gmail的帳號 的密碼 強度 應該要 好一點 所以要好一點我們等一下會講說到底可能叫密碼強度 你再來檢視一下你現有的密碼 或甚至你其他信箱的密碼 有沒有 太過簡單的問題 因為經過這樣的認證之後 就是這個地方如果勾起來30天 就30天才做一次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我們剛剛 有沒有密碼救援那個 有空你要自己做 我這邊就不方便給你看 那麼 還有一個是 連線的時候用SSL 請問各位 知道什麼叫SSL嗎 不知道 好我們來用IE找看看 事實上如果 您在這邊看的時候 我們平常是不是都叫HTTP 對不對 你如果是有SSL的呢 我給你們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叫做什麼 HTTP有沒有加一個S 那正常來講 有加S的 你會發現他們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都會有一個鎖頭 SSL 那SSL是一個加密的設定 也就是我們 網頁在傳輸的過程裡面 有做加密 那跟 各位有沒有 可能也有用過像那個MSN有沒有 有時候 MSN 或Facebook我們在 聊天或者在傳訊息的過程 有些人會不小心說 你給我一下你的帳號密 你會發現他在上面都已經請不要在裡面打帳號密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是密碼 就是我講出來 全部的網路上的人都拚得到 只是你沒有看到大家 所以你以為跟他在私密聊天 事實上不是 所以SSL就是中間有做加密 那這樣可以保護你 萬一你的 網路的風包 如果被擷取了之後 那個 資訊不會出來 但是他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加密的工具 他沒有辦法去確認什麼 跟你講話的是哪一個 就是我跟你 中間的通道是有加密的 可是我不知道對方是誰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事實上 不管是用Yahoo的也好 用這個 比如說你看我們進到Yahoo 你幾乎只要是 你看進信箱 請問有沒有看到HTTP S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沒有看到鎖頭 是因為那個狀態列沒有顯示出來 我們把這個 狀態列顯示出來 這裡看不到 他把鎖頭弄掉 在這裡 他現在鎖頭在上面就看到了嗎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可以強迫 不管是Gmail或者是Yahoo 你可以強迫他 設定的時候呢 一定要怎麼樣 強迫用那個 SSL連線 這邊是有一個設定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連線 看一下 好 跑去哪裡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那個電子郵件有沒有 你也可以設一個備份 因為萬一你忘記密碼的時候可以寄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也可以做一個 備員的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等一下我們再找看看 給各位看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這個應用層次授權 應用層次授權也許你用Gmail 可能比較早遇到 因為他的 事實上是在哪裡 也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有沒有我們上次提供那個商店 那有些你連進去的時候他會要求說 要請你 允許這個應用程式 可以存取你的 那個 帳號的資訊 這個大家最常遇到的不是在Gmail 是在Facebook 有沒有常常有很多你從Facebook連過去怎麼玩遊戲 該電動盤什麼之類的 他就要求說我要存取贊戶的資料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問題 所以有問題就是說 你常常很多時候我們授權的很多 應用程式去存取 那你的資料是不是就比較容易被撲廣 那蘋果前一段時間也一直大家都有質疑 什麼APP 去存取那些 有沒有個人資訊之類的 所以這個都會有的 那怎麼樣 做好管理 因為你到底曾經授權過哪些 你可能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呢 你來看一下 在這個個人資料這邊 帳戶總覽 這裡有沒有一個授權應用程式和網站 也就是說哪些網站跟應用程式可以存你的資料 你可以從這邊來編輯 好 OK 你有沒有發現你看 有那麼多的應用服務可以存取我的資料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有曾經授權過的 你如果不想要的記得來這邊撤銷 因為很多人 只記得授權 忘記撤銷 所以他搞不好很多 像 我們在這邊 這裡 如果您禮拜四有來 上禮拜四有來 我們有說在我們的那個office裡面 不是有一個保命用的嗎 有一個雲端同步 有印象嗎 我們有裝一個Google幫微軟做的那個 雲端同步的 就是說你這個 Office的檔案存檔之後 它會幫你自動備份到哪裡 被分到我們的Google文件裡面 而且最重要是有所謂的歷史版本紀錄 你可以隨時回覆到什麼 不同的地方 所以您看這邊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 那這個有裝有沒有 那這個呢 如果您有用了兩步驗證 這個也要驗證 也就是你要授權它使用才行 那您了解意思了嗎 不然的話 這個台電腦 你看像我就有好幾台電腦 一樣都是Google的 雲端連線有沒有 我可以有不同的電腦 因為我可能家裡面有 然後我桌上行的 有notebook的 所以我就授權他們使用 這樣就可以用 讓你了解意思 那 這個是像這樣子 那麼有的應用程式 你沒有辦法直接授權的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產生一個應用程式專用的密碼 因為有的它不一樣 所以沒關係比如說我做一個測試用的 然後它產生一組密碼 像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在用那個Picasta這個軟體 有嗎 有人用過Picasta嗎 就是那個Google它的 那個圖片的 管理軟體 那假設你已經啟用了兩步驗證 你必須要在這邊 產生一個給它用 那這個密碼呢 你不用記 因為用過一次就好了 它就會像我在下面這樣有沒有記住 你了解了嗎 也就是說這些你有打入過 比如說我Picasta 曾經打入過這個密碼的 它會記住 那你就可以授權它用 那今天如果你不同電腦很抱歉 其實你有我的帳號密碼 好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概念 因為 總是要有親疏遠近要分清楚 這個是像這樣子 那麼 既然看到這個我們等一下就轉到 Facebook來 好 好